在美国成为专业的体操运动员 如何在美国成为专业的体操运动员 这个跟这个俱乐部是离不开的 一定要选一个非常专业的俱乐部 他们有最高配置的教练 因为大部分的美国体操俱乐部 主要是以这个娱乐为主 那么有个别的俱乐部才有很高级别的教练 因为很高级别的教练薪水都是不浅不菲的 所以很多俱乐部是没有办法来承担的 所以在你选择俱乐部上面 方面也是要非常注重的 家长们就是要会演 要看好这个俱乐部有什么样的program 所以你要去参加 第二呢就是小朋友进入到了这个俱乐部以后 都要从最基本的级别开始 当然如果你的小朋友是一定有天赋的话 如果家长真的很用心去培养 那么就要经常跟教练员沟通 要告诉教练女的想法 那么这个小朋友被选拔到运动队以后 家长的配合是分不开的 如果你想成为专业的体操运动员 家长是风雨无阻的 是必须每天要送要接 所以在美国是跟家长的这个奉献是离不开的 还有这个家庭要非常非常的这个sacrify 他们要牺牲他们家庭的度假 要陪伴着你这个职业运动员走完他这一生职业的道路 所以想成为一名职业的体操运动员 在各个方面都是要求很高的 比方时间上对家长的要求 要有一个全职的陪伴 然后要每天风雨无阻的接送 travel的时候要陪同你的小朋友 然后要认准你的教练 不要经常换教练 要跟准了一个好的教练 一同陪他走到底